嗨大家好我是YG 不曉得各位前幾天有沒有看我發的激昂金氏日泰刀三分台呢 沒錯今天我就要跟大家分享泰刀的冰屬性BA配裝 那一樣我要分享的是混裝的部分 也就是平常狩獵可以穿出去的那一種 當然如果你想要刺激版本的話我也要分享 全部總共分享5套 那有興趣的朋友就跟我一起看下去吧 但在影片開始之前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讚和分享 還沒訂閱的朋友歡迎訂閱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更多的配裝和教學影片喔 那我們就正片開始吧 Let's go 那首先先來介紹一下我們今天好用的冰屬性泰刀有哪幾把 我的第一個選擇是冰龍龍泰刀 面板攻擊320 冰屬性面板31 自帶中長度指展 以及一個二極動和百龍二極動 那這把是要打到EX4的魁翼化任務 也就是MR50之後才可以升到最高階 那這把是目前所有冰屬性泰刀唯一一個帶有不錯長度的指展的泰刀 那另外一把我選的是冰人魚龍泰刀 這把面板31 自帶長百斬冰屬性面板挺高的有69 自帶兩個異動和一個三級百龍洞 那會選這把的原因在於他的冰屬性面板非常不錯啊 讓我很好奇這個跟指展的冰狼比起來誰的傷害會比較高 那等等的配裝我們就再來配配看 那來說一下另外幾把我不選的原因 首先白兔獸物理面板偏高 但是復會心加上中百斬 選這把我會建議還不如選冰狼龍泰刀 那在之前RICE2.0以前的冰屬性泰刀動華的衍生又如何呢 這把其實他也很不錯 他有長百斬屬性值48 但是跟冰狼龍泰刀相比屬性值也沒有多多少 所以我還是會選冰狼龍泰刀 那再來冰牙龍泰刀他的面板是比冰狼龍泰刀還要低的 屬性值稍微高一點點 自帶會心35%並且有中等的百斬 那你可能會問說如果用這把打屬性會心的話會怎麼樣 要打屬性會心的話就在於他這把比較尷尬喔 就是他的冰屬性值沒有到很高 差了冰狼龍泰刀20多 再加上百龍飾品只有一集 所以我就不選他了 那再來看看配裝 我先分享一下冰狼龍泰刀正常人可以穿的魂裝 我選用的護石是收刀2然後自帶3 2洞 一樣啊等等如果你護石夠好或是不夠好技能的取捨我會跟你說 百龍裝飾品你可以根據魔物去選擇水漆特效、龍種特效等等 會提升1.05倍的傷害 那這一套在會心的部分若特打到弱點有50% 精神抖手1有10%但是要小心耐力的消耗 八刀術技這個技能是在八刀的瞬間3秒內會有會心的加成 注意喔是3秒內喔 不是只有第一刀才吃到加成 所以居合後面的3hit或者是威合後面的3連斬都是可以吃到八刀術技的 那他的效果是Lv1 15%,Lv2 30%,Lv3 60% 所以啊這可以讓我們在使用居合的時候會心有75%的會心 搭配挑戰者5啊魔物生氣時就有15%的會心了 這樣總共居合可以有90%的會心 那如果是平常狀態啊像是使用兜割的時候會心則是75% 那有戰鬥貓的話呢就可以達到百爆 那這一套因為他有多一個惡機動啊 所以珠子調整下來是可以用魔刀高速化3級的 一樣啊如果你護石不夠好的話你可以犧牲掉一個攻擊 護石夠好的話呢就可以多篩個屬性會心 那第二套的冰人魚太刀配裝思路啊其實也差不多會心的什麼的都一樣 多了一個力量解放啊但這個通常我們不會把他考慮在內 那因為珠子的限制啊所以沒有配魔刀高速化 這時候啊你可以犧牲掉3個1級的冰劫珠拿去換魔刀3 或是直接用魔刀魚就可以了 不過啊這套你需要注意的是你的三級百龍洞請塞鼠痛龍珠 這個R是一定要塞的因為這把就是主打屬性 一樣啊護石問題護石差捨棄攻擊 護石好呢就加鼠會 好那究竟這兩套呢誰比較痛呢 我拿了這兩把一樣去打我們的沙包激洋金石子 測出來的結果是冰人魚龍太刀是完勝冰狼龍太刀的 那你可能會想說為什麼自己拿了這套去找訓練蛙去測試 結果打出來冰狼會比冰人魚痛呢 這是因為訓練場他青蛙的頭部肉質斬屬性是100 冰屬性是30 但是正常魔武尤其越後面的很少會有斬屬性肉質到達100 像激洋金石他的頭部斬屬性是65 冰屬吸收是35 所以想當然吃的冰屬傷害更高 整體下來讓白斬冰人魚的效益高過於斬的冰狼 好那再來分享一下不正常人在穿的裝備 我這次選用的技能是會有尾王的伏魔響命 搭配狂龍化去作為配裝的核心 技能大概會長這樣 弱點特效彗星50% 搭配狂龍化回復後的20% 總共有70%的彗星 有貓的話就可以達到100% 不過當然這一套相對於混裝是比較不穩定一點的 畢竟混裝的居合彗星是有90%的 那這一套他主要是強在他的傷害很高 那伏魔響命再來 冰狼龍太刀的話主要是要玩藍書 也就是增加物理面板效益 會比紅書還要好 那配合連擊1是可以增加物理和屬性面板 不建議在網上配是因為效益會越來越差 那另外怨恨是用來搭配伏魔的紅蟹 轉護微服是等到狂龍化解除之後 就可以觸發增加版面30秒 所以整體傷害最高的時候 就是在狂龍化解除後的30秒 好那另一套冰狼龍不正常人的套裝 其實也跟上一套配裝幾乎一模一樣 珠子方面我是有些差異 各位可以注意一下 但是這一套傷害又更勝於上面那套了 就連我在訓練場打青蛙去測試 這套傷害直接比上一套還要強 想當然打在金獅子身上他還不哇哇叫 那請注意這一套因為他是打屬性的 所以請使用紅書去打 這樣才能讓傷害效益最大化 那這兩套不正常人套裝 我自己是不會去切輸的 所以可能就是橘燈流或威和選一個流派去玩 好的那你以為已經結束了嗎 NO 最後呢我還有一套瘋子套裝 那武器呢我並不是選冰人與龍 反而是使用冰狼龍胎刀 那這個套裝呢長得跟第1套和第2套878像 但是多了伏魔想命 跟這個第3套第4套差在呢多了一個挑戰物 但沒有狂龍化 那沒有狂龍化呢代表就是說我們沒有回血手段了 那大家都知道狂龍化解築是會把紅血給蓋掉的 那我這一套呢主要是要玩什麼 沒錯就是要玩貓的火場怪力 這一代呢又稱作糰子火場 那如果你哪天想不開啊 趕緊來挑戰看看 你會發現人生還很美好啊 那說一下為什麼我會選冰人龍太刀 原因是因為在貓火一開下去之後 只有加成到的是物理面板 屬性啊並不會有所加成 這讓原本物理面板不高的冰人與龍太刀啊 會被冰狼龍太刀給比過去 那實際呢我也去測試了 冰狼太刀確實在開火下會比冰人與太刀優秀 好那最後總結一下這5套配裝啊 冰狼太刀啊算是物理為主 想要屬性為輔的太刀 那冰人與龍太刀呢是冰屬性特化太刀 那第1套和第2套呢推薦讓新手使用 第3套第4套如果你會玩的話那你就是高手了 那第5套呢就推薦給想開火場怪力的瘋子們使用吧 那你問YG你會選哪一套呢 拜託哇塞我瘋 沒事 好的那這支影片後面沒有示範啊 晚點會發一片用第5套的配裝去打基障金獅子的影片 那目前我最快記錄是3分03秒 那雖然呢我很想打進2分台啊但是個人覺得如果要進2分台還蠻吃RNG的 所以呢我就不多花時間打了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記得幫我按個讚和分享 想看什麼主題的影片呢也歡迎留言告訴我 還沒訂閱呢歡迎訂閱開啟小鈴鐺才不會錯過更多有用的影片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bye web